乾隆女婿排行榜 十个公主哪个嫁得最好 清朝最幸运的公主是谁 顾伦何敬公主能排第几 今天我们就来发一发 乾隆女婿的相貌与家世 清朝的公主是最不值钱 除了那几个最受宠的 都被送不出去和亲 连妇查皇后留下的独女 顾伦何敬公主也不能幸免 何敬是乾隆的第三女 妇查皇后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因为是嫡女 又是妇查皇后与乾隆爱的结晶 何敬自幼就备受宠爱 他一出生乾隆就将其婚姻大事 考虑了个彻底 仔细考虑过后 看中了色不疼巴勒猪耳 这位驸马的来头可不小 他来自蒙古克尔进步 博尔吉吉特市 哲哲孝赵海兰珠 均是出自这个家族 驸马的士祖是顺治养女 古伦端敏公主的俄妇班弟孙 古伦端敏公主出身高贵 生父是顺治堂兄 捡亲王嫉妒 生母是孝慧张王后亲姐姐 孝庄太后对其极为宠爱 也使还将其说成是 孝庄与多尔滚的私生女 总的来说就是 这位驸马出身极为尊贵 1743年 色不疼巴勒猪耳 出封的就是克尔进步国公 1752年又升至为亲王 撇出其家世负贪 色不疼巴勒猪耳本人 也是个憨厚的蒙古汉子 乾隆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将何敬公主嫁给了他 乾隆舍不得嫡女远嫁 让其婚后留住京师 开创了远嫁公主刘京的先例 花了近三万两白银 为何敬公主建了公主府 乾隆如此宠爱女儿 驸马又会如何对何敬呢 乾隆女婿大比拼 十个公主谁嫁得最好 故伦何敬公主如此受宠 但草原来的驸马也不拒她 娶公主也没耽误找小妾 史料记载 则不疼巴勒猪耳 有五个以上的子嗣 何敬公主却只生了五个 那以上便是小妾所出了 不过清朝贵女 应该也不太重视这个 总体来说 何敬还是幸福的 第二位是何树何家公主 她是乾隆的第四个女儿 也是环珠中紫薇的原型 生母是纯惠皇贵妃苏氏 她的驸马来托也不小 是福尔康的原型福龙安 福龙安出身大姓富察氏 是大学士富衡的二儿子 孝贤淳皇后的亲侄子 这个家世 不比故伦何敬公主的驸马差 甚至隐隐还要强一点 毕竟富察家在乾隆朝 可是受尽宠爱 风光无限 位于何树何家公主乘婚前 福龙安是乾隆的御前侍卫 从这个职位看就知道 他是个精神的善小伙 毕竟乾隆是个严控 御前侍卫就没有长得丑的 和后乾隆给他升了职 先是管理元明元后又调阵 并不上书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可以说是虔诚不现 可惜何树何家公主早亡 1767年就因费病去世了 年近23岁 二人生有一子风神祭伦 弗龙安也不是个长寿的人 39岁就应年早逝了 第三位是顾伦和静公主 她是乾隆的第七女 生母是大名鼎鼎的令妃 令妃如此受宠 又会为女儿挑个什么样的女婿呢 乾隆女婿大比拼 十个公主谁嫁的最好 令妃长女顾伦和静公主 嫁给了拉网多尔吉 这位驸马出身博尔吉吉特氏 扎萨克和朔亲王的第七子 她的出身和前两位驸马比起来差远了 当时清军正西争准格尔蒙古 为了拉拢成滚扎步 乾隆才将何静下嫁给妻子 二人只做了六年夫妻 何静公主便早早去世了 享年20岁 拉网多尔吉还算长寿 活到了62岁 她一生没有任何男子 加清继位后将其过季之子 把严吉嘎勒封为了俯国公 第四位公主和朔何克公主 她是乾隆第九女 和何静公主同时令妃所生 她的驸马是扎兰泰 扎兰泰出身乌雅氏 父亲是一等武艺某勇工赵慧 从这个姓氏就能看出 她的家世是驸马中最差的了 何克早亡23岁就去世了 只留下了一个女儿 乾隆心疼外子女萨姆 将其进入宫中由敦妃抚养 从这点看 乾隆对这个女儿还是不错的 第五名古勒和孝公主 她是乾隆第十女 生母就是上文的敦妃 因为是老莱德女的缘故 乾隆将这位小公主捧上了天 乾隆曾说 你如果是皇子 朕一定立你为储 何孝公主嫁给了乾隆宠臣 和珅的儿子风神殷德 驸马风神殷德的背景 就不用介绍了吧 乾隆在世的时候 何孝公主生活得十分幸福 待到乾隆年老 和珅又成了大清二皇帝 更没有人敢触她的眉气 嘉庆上位虽处置了和珅 但对她还是不错 还为她赦免了风神殷德 可惜何孝公主想不开 只活了49岁 乾隆一生虽有十位公主 但活到成年的 只有少年无回 看了她们的人生 你觉得哪位最幸福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